Hello大家好,我是黑木爸爸,我们今天来讲维生素D。 因此在这非常感谢大家。 维生素D,又称维他命D,主要的天然来源是经由日晒后,人体自行合成。 当阳光的紫外线照射皮肤时,皮肤油脂层中的维生素D前驱物,才能够转化为维他命D。 因此,维生素D又被称为阳光营养素。 其中包含维生素D1,维生素D2,维生素D3,维生素D4,以及维生素D5,等多种不同的化合物形式存在。 其中最主要的维生素D,是维生素D2,以及维生素D3,又称为钙化醇。 是种氢脂性肋固醇衍生物,也是激素的前提,属于脂溶性的维生素,较易溶解于油脂之中。 所以在饭后摄取,吸收与效率会比空腹时更佳。 维生素D2,主要来自于植物,可活性较低。 维生素D3,大多来源于动物,也能够经由身体皮肤照射到阳光中的紫外线,促进身体自行制造。 与合成维生素D3,也是人体最主要获取的途径。 在阳光下适量照射,面部、手臂或腿部的皮肤,就可产生足够分量的维生素D, 但会因为皮肤颜色深浅,日光强弱,与照射时间的长短,产生维生素D的量也会有所不同。 皮肤在达到足够时,维生素D的降解速度,与产生速度会维持平衡, 因此在照射到阳光时并不会导致维生素D过量的情形。 对于人体,维他命D是激素的前驱物,在生物利用率,与稳定维持体内维生素D含量。 维生素D3会比维生素D2更好,并且更有效率。 维生素D并分为活性与非活性这两种非活性的维生素D, 就像原料,需经过肝脏与肾脏的代谢,转换成为活性的维生素D, 成为激素进入血液循环中,并能调节钙、鎂、以及磷酸盐在肠道中的吸收, 进而协助促进骨骼生长与重构,以及成骨的作用,并可提升血液中的钙浓度。 维生素D能够促进小肠吸收钙质,并调节血磷及血钙的浓度, 对于骨骼及牙齿发育会有所帮助,并且能够降低年长者罹患骨质疏松症的风险, 也可延缓停经妇女出现骨质疏松的情形,在口腔健康的作用上。 不仅只有牙齿的矿化,还能降低牙周炎与口腔发炎等症状。 2.协助免疫系统的调节 许多免疫细胞上含有维生素D的受体,可以借由调节单核细胞和T细胞来降低发炎的反应, 并抑制树突状细胞的抗原成立作用,进而调节人体免疫系统,使免疫系统功能正常, 预防感染或调节自体免疫疾病,会有一定的改善作用效果。 3.增加钙的吸收,与保持血钙的平衡 维生素D,能够调节与增强小肠对鱼钙的吸收效率,因此有助维持骨矿化能力, 以及人体骨骼健康,除了提升小肠吸收钙质,调节血钙和血磷浓度, 以保护正常骨量以外,也能透过调节骨钙释出,来调整, 负甲状腺激素,以维持人体血钙的平衡 4.预防呼吸道的感染 维生素D,能协助人体免疫,与降低感染,并且能够减少,以及改善,急性呼吸道感染的风险, 阻止肺组织发炎反应,并加速恢复受感染组织的情况 5.调节,与控制胰岛素,以及糖尿病 维生素D的缺乏,一提升罹患第一型,与第二型糖尿病的几率,也容易会损害胰岛素的合成,以及分泌,适当摄取维生素D,能改善成人的胰岛素敏感性,并帮助血糖的控制 6.抑制癌细胞的增生 有研究发现,维生素D,对于乳癌、前列腺癌,以及结肠癌等癌症有保护的效果,能抑制癌细胞生长的作用,缺乏时则反而,容易导致癌细胞的增值 7.维护心血管 维生素D有调节血压,与及电解质平衡,调控心肌细胞等作用,并且,可透过促进调节细胞激素,抑制血管的钙化 8.促进皮肤的新陈代谢 维生素D,能够促进皮肤的新陈代谢,当缺乏维生素D时,易导致皮肤肝痒,异味性皮肤炎,肠癌,或长红斑等状况 9.调理血清素 维生素D,可调理血清素的制造及释放,因为血清素是影响情绪,压力与睡眠相当重要的激素,体内有足够的血清素,能使人感到专注 10.幸福,平和且自信 当维生素D缺乏时,可能导致经常性的焦虑,紧张,与不耐烦 10.增加受孕,与降低流产的几率 女性怀孕过程中,维生素D有保护的作用,摄取充足维生素D的女性,比摄取较少,有更高的受孕机会,并能降低,怀孕八周前流产的风险 而在怀孕第八周时,其维生素D,身体的含量,就与流产的几率,并无相关性,并且也能降低,流产过的女性,再次流产的风险,也可降低子嫌前症,认成糖尿病,体型过小的婴儿,以及其生长速度不良,与积极免疫效果等风险的可能性,更能够增加活产的几率 维生素D,能透,或促进肠道内的钙代谢,维持钙元素的体内平衡,在代谢中具有重要作用,可用以预防扣拢病,成人骨软化症,骨质疏松症 此外,维生素D对于细胞生长、神经基和免疫等都有其功能,也可减轻炎症,提升保护力,促进新陈代谢,防止骨质流失,降低骨折风险,减少血管钙化,帮助生长发育 维持体内平衡,稳定生理机能,增加肾上腺水质,增进小肠对钙质的吸收,与精神活力等,都有其注意 同时还影响许多基因的表达,与调节细胞的增值,分化,以及凋亡,也与小肠,肾脏,负甲状腺细胞的转路因子活化,和骨骼对钙的吸收,与代谢相关,进而保持骨骼中钙质平衡,与磷酸炎的水平 提升破骨细胞数量,和增强骨吸收,调整负甲状腺激素,维持血钙平衡,以及血淋浓度,维持正常骨量,并且能够预防小儿扣楼病,和成人骨软化症,与钙一起摄取,可以预防老年人骨质疏松 维生素D,与神经肌肉功能,降低炎症反应都有关系,并可能影响,许多基因的表达,调节部分细胞的机能转换,增生,和死亡等,肾脏,能将维生素D3,强化形成,较具有生物活性的形式 血液中的骨化三醇,作为激素循环时,可调节钙,与磷酸盐的浓度,并能够促进骨骼健康,与生长 骨化三醇,能于骨头之中吸收,对骨骼重塑是相当重要的 有效的刺激物,VDR,在维生素D3,活化后,调控基因,是在钙磷离子恒定性上,相当重要 能作用细胞增值,与分化,也影响免疫系统,与白血球中,单核球,和活化的T细胞,与B细胞间,信号传递有关 女性在摄取足够维生素D时,能够提升受孕的机会,在怀孕后,摄取充足,更能够降低流产,与提升活产的机率 维生素D缺乏的因素 1.较少晒太阳 现在人生活形态上,容易较少晒太阳,加上重视皮肤美白和防晒,所以运动时也大多在室内,或做较多的防晒措施 因此导致,无法经由,紫外线中的UVB,来合成维生素D 2.肥胖 BMI值高于30,皮下脂肪,容易会阻碍维生素D,释放到血液之中循环,并且血中维生素D,的前驱物浓度 也会比体重正常人来得低,因此容易会有缺乏的情形 3.肠胃不佳 肠道 吸收能力较差,脂肪消化也会有影响,也容易使得维生素D,转换 与吸收能力减少,导致会有维生素D的缺乏 在做过胃绕道手术后,容易会因为减少,小肠上段吸收脂肪,而影响到维生素D的吸收 4.肝肾功能不佳 维生素D,并不具有生物功能,需经过肝脏,与肾脏代谢作用后,转换成能够利用的化学结构,才能发挥其生物功能 因此患有肾脏病,会比一般人更加容易会有缺乏维生素D的状况 随着病情越来越严重后,缺乏的情形也会更加严重 肾脏病也会因为饮食的限制,尿蛋白造成维生素流失,日晒不足等情形 增加维生素D的缺乏,进而加速肾脏病的恶化 5.胆道疾病 维生素D,是属于脂溶性的维生素,需透过胆汁来协助消化 胆道疾病,容易造成胆汁分泌不足,导致脂溶性维生素吸收不易,进而引起病变 6.年长者 年长者,会因为身体老化的情形,导致维生素D,合成效率下降 饮食又摄取不足,也不常外出晒太阳,就容易会有维生素D缺乏的情况 7.肤色较深 皮肤表皮层中的肌底层与脊状层,为黑色素吸收紫外线 合成维生素D的位置,当肤色较黑时,表皮层会有较多的黑色素 导致合成维生素D的紫外线能量,在表皮层就会被吸收,使得可合成维生素D的能量减少 8.幼儿 新生儿,与补胃母乳的幼儿,会与母亲怀孕时,体内营养状态有关 在补胃母乳中的维生素D含量不高,就容易导致幼儿维生素D缺乏 维生素D,是脂溶性的维生素,身体吸收脂质不佳,容易影响到脂溶性维生素的吸收 较少日晒,擦防晒乳,撑伞,以及穿防晒衣,都会减少皮肤接受到 紫外线的照射,使得身体合成维生素D受限 皮肤中的黑色素,是人体天然的防晒 肤色较深的人,会因为黑色素,阻碍维生素D的合成,导致影响合成的效率 摄取时,若直接使用活性维生素D3,容易会抑制,身体制造维生素D,与增加维生素D的分解,以及代谢 因此会导致,维生素D更加的缺乏 在此,特别感谢大家,愿意把影片看到最后,非常期待我们下部影片 再次的相遇